13香到底香不香 13pro究竟有多好拍呢 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一样 一记在手 所有的微电影大片就可以轻松拍出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13pro的魅力 首先是大家最喜欢的沉浸式开箱 我手上这一台呢 就是iPhone13pro系列今年新的配色远风蓝色 真体看上去还是比较的简约大气的 因为在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它会呈微微的一种灰蓝色 那么看起来有点像深秋时节 远上寒山薄雾笼罩下的色泽 还是挺有国画意境的 其实今年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就是它的摄像头模组比前代大了一圈 而且呢也是更秃了 所以更大的摄像头当然也换来了更强的影像能力 iPhone13pro除了LiDAR镜头 其他全部换成了全新的传感器 所以导致了它整体镜头模组大了一圈 除了可以拍摄4K杜比世界的视频 13pro系列更是支持ProRes录制和编辑 直接是专业性满满 其实相比较它的专业性 大家今年更感兴趣的就是它新推出的一个电影效果模式 对于苹果视频来说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更新了 那么这一个模式其实可以看作是视频版的人像模式 就是把焦点对焦在人物脸上 然后虚化背景 但是呢它的这一个电影效果模式只是支持1080p分辨率30fps 有人会质疑会不会它的抠图感会比较的强比较的差呢 其实啊不用担心在白天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人像抠图还是比较不错的 基本上还是很有电影feel 但是在晚上光线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呢 这一个功能就会比较的不太实用了 我们来看到这是一个普通的录影模式 当我们转换到电影效果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去对焦 无论镜头怎么转变 它的这个焦点始终是在主要的人物身上 而虚化了这一个背景 再来看一下不同人物出现的时候 焦点可以在不同的人和人人和物之间反复横跳 当你的人脸正向面对镜头的时候 你会自然成为焦点中心 而虚化了其他的对象 其实它这一款更大更突的模组呢 虽然大但是还是很稳的 它除了可以制作出比较专业有趣的视频之外 它也是大大提升了一个拍照的效果 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样张 在日间它的主摄表现也是不错的 细节丰富 而且色彩表现比较准确 还是保持着一贯iPhone的水准 它的超广角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感觉上成像效果和色彩方面还是比较的讨喜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它从原来的2.5倍变成了三倍光学变焦 那么这个焦段也是非常合适拍摄的 把人像和物品的还原度也是保持的不错 但是在夜景拍摄中 它的鬼影问题依旧存在 就是说到底 这个13Pro到底相不相 这个实在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短视频的流行 大家随时随地可以拿一部手机 能够拍出一些有电影效果 而且质感比较好的话 我觉得它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需要的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分享